各位,昨天香港舉行了第十六屆的渣達馬拉松賽 今屆更加被國際田聯認可做同級的道路賽事 營受性高了自然招來四方客 昨天就有破紀錄的大概7萬名建宜分別參加10公里 半馬拉松、全馬、還有輪椅的賽事 我們首先看看10公里的情況 由於路程短的關係,10公里吸引到三個路程中最多的超過3萬人參加 而因為它同時是全場最早開始的比賽,所以天都未乾 各位建宜已經在興法街亦即是起跑線附近而身 而朋友之間亦互相打氣 10公里的賽事在5點半起跑 由北角段的東區走廊開始,直到沙基灣折返 最後以維園做終點 現在向我先路邊的就是最後的直路 按道理來說,10公里的船首應該最先到的 看看待會誰跑第一 它所跑出的時間是32分45秒 它的成績就是38分59秒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全馬拉松賽的情況 首先看看幾千人在尖沙咀微敦道起跑的情況 有些可見,最先轉入沙咀電路的建議 大多數都是非洲裔的人士 結果頭10名回到終點,沖線的都是他們 而說起沖線,我們就不如看看全馬的結果 嘩,看車呀 最後這位撞落綿羊仔叫阿里的 埃塞俄比亞跑手有驚無險 壓線贏到對手,拿到全馬的第一名 並且破壞大會紀錄 以兩個小時11分27秒才過終點 而女子組就由同樣來自 埃塞俄比亞的選手迪里斯 以兩個半小時多點衝線 至於全馬拉松男女子組 過線的第一個東亞的選手 都是來自北韓的 而跟往裡一樣 有不少跑手都悉心打扮才來比賽 本台記者至少見到有鯊魚 兔仔 咦,這隻是… 而每當有跑手跑會隔下隔下 又或者是視像人士 和坐輪椅的人進入大直路 觀眾都會有零聲的鼓勵 而昨天就有一名26歲的跑手 跑完半馬拉床之後死了 本台對此感到惋惜 而另外兩個情況危態的選手 今天已經轉趋穩定 就向新聞結束之前 讓各位觀眾看下其餘比賽的冠軍誰屬 再見 一整個月 再見 我們繼續見 我們下載 很快 我們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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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載